孙子兵法的四条核心思想 第一 孙子兵法不是讲以弱胜强的 而是讲以强胜弱的 孙子兵法讲 有把握了在出手 孙子兵法行天 西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 因为从前善于用兵打仗的人 总是首先创造条件 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 然后等待和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 不要拿国家民族的命运 去读小概率事件 以弱胜强就是小概率事件 创业者也应该这样 要做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 做自己能搞得定的事情 慢慢的实力增加了 自己就可以去做对应实力的事情了 这样自己的信心也会增加 企业也没什么风险 如果养成了以弱胜强的性格 就算一时得手 也不可能每次都得手 迟早是要倒霉的 219年8月 于尽战败投降关羽 王牌投降加上不得民心 曹操面临失败 史称威震滑下 正当关羽一手胜多一战封神 吕蒙生病了 有书生陆讯接替 写信给关羽说 我陆讯很虚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关羽觉得陆讯很弱 加上曹操不断增加援军 便将至下兵马 悉数调往前线 对抗曹军防守出现漏洞 陆讯开始突袭荆州 逐一破解了荆州防守 导致关羽失荆州 蜀国面临着灭顶之灾 第二 凡事要计算代价 不要光想着赢 要算账 值不值得打 杀敌一万 自损八千 赢了不一定有多大利益 输了 可能国破家亡 命都没了 最好做到不战而去任之兵 这样 胜利了 他的兵 我们能收兵过来 成为我们的兵 我们的军队就会更加强大 时尚伟大的将军 就是这样打仗的 我们做企业的时候 也应该这样对待竞争对手 第三 先计算自己一定会胜利 才发动战争 平时主要修炼自己 而不是惦记着打败敌人 让自己本身很强大 成为不可战胜的一方 让自己没有漏洞 等着敌人出漏洞 然后抓住机会就打 而不是自己冲上去就打 再打的过程中找胜利的机会 那就危险了 李嘉诚先生收购别人的企业的时候 在别的企业财务状况不好的时候 李嘉诚就出手了 平时就只管强大自己的实力 第四 孙子兵法不是教你打赢 而是首先教你认输 为什么人们都喜欢听永不服输 因为人们不喜欢听坏消息 不愿意听到对自己不利的真相 人都想自己是赢的 其实认输才会赢 深入一点讲 认输才会赢还不牛逼 要真的能接受失败的人 才会赢 司马懿对阵诸葛亮 司马懿高挂免战牌 关好军营大门 诸葛亮羞辱司马懿 送件女人的衣服给司马懿穿 说司马懿没中 不敢出来打一架 司马懿直接穿上这件女人的衣服 并且说非常的合适 所以诸葛亮被司马懿直接给拖死了 其实当老板也是这样 不行的事情你别接手 接到手你干不下来 后果就非常严重 要坦然接受自己的失败 所谓知彼知己 百战不戴知识弹的前提和基础 不明敌情石不打糊涂照 明军闲将所以多圣人 成功出于重者 闲着眼 要学会认输 尽可能排除所有无法掌握的事 把精力专注到自己能明确 有把握胜算高的事情上面 才会获取成功 掌握四个孙子兵法核心 希望大家运用在事业上顺利成功